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人稱任大炮的華園集團原董事長任志強 被指控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和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 上個月在北京被重判18年 最近官方又詳細介紹了他的四宗罪 聲稱涉案總金額達到2.2億元人民幣 其中包括貪污公款接近五千萬 其中的三千六百四十萬就是支付給兒子的財務顧問費 聽起來好像數字很大 但對比很多鄉鎮書記簡直是小無見大無 連三千多萬的財務顧問費都拿出來說 我想有不少國營單位、中資企業 那些財務顧問所收取的顧問費 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都有資 所以坊間不少人都認為 任志強這次出事 其實是跟他過往的言論有關 就是因為他所謂妄議正事 搞到現在狼當入獄 實情其實大陸都經常有個說法 就是政治問題是經濟解決 經濟問題是政治解決 如果要針對一些政治犯的時候 就說他經濟犯罪 到底這件事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大家就可以思考一下 而北京媒體人 中國青年報核下的冰點周刊前主編李大同質疑 而北京市西城區政府在任志強退休的時候 曾經做過一次離任審計 他認為官方應該先公佈這份審計報告內容 才說其他事情 因為做審計的時候 是通過了 核准了 現在又說他涉嫌干犯了這麼多問題 豈不是你這份離任審計報告是亂做的 需不需要有相關官員進行問責呢 別人質疑這件事 而且他還宣稱 說任志強在兒子被壓為人質 互指深切之下才被迫認罪 這就是李大同的說法 至於法國媒體《世界報》認為 這次任志強獲重判 可能預視著王岐山也會有麻煩 他們說王岐山和習近平是半世紀以來的好友 但是現在和王岐山走得近的兩個人 分別就是任志強 以及原副部級的巡視專員董宏 先後被調查和發辦 難免會令人聯想到 究竟王岐山的地位是否不穩 在大陸的官場習慣來說 要動一個高階位的領導人 通常會從他的身邊人首先入手 比如說他的秘書 下屬 他的親密朋友等等 總之就要使到目標人物 好像被人拔毛拔翼 拔到沒有影響力一樣 到最後可能目標人物 都會被人移動一份 這次又是否類近的情況呢 實情王岐山就是以普通黨員的身份 去當選國家副主席 他也是習近平總書記親手提拔 按照理性的角度來看 黃岐山會出事或不穩的機會 就不是很大的 始終他和總書記都有私交響樹 不過在這個角度 就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比如說劉少奇 就算做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又如何 自身也難保 到最後下場是相當坎坷的 再舉個例子就是 林彪 寫到埋入黨綱是指定接班人 最後就是接不到班 當然有些太子的詛咒 因為近三四百年以來 凡親被獲封為太子 或者指定接班人 通常都是會交棒失敗的 可能會有些魔咒 就算樂壇也是這樣 這個藍校長經常指定一些人選 就說那些是樂壇接班人 有質素 通常被他點名稱讚完 兩三年之內就會低沉地收皮 到底是不是跟太子的魔咒有關 接著說到這宗任志強的消息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今天傍晚就出了一篇文章出來 踩任志強 對他落井下石 胡錫進就說 任志強從事的是政治對抗 擺出了一副道德的優越感 這樣的話就需要自己 能夠足夠支持這種對抗的真正道德措手 然而任志強的屁股下顯然是不乾淨的 他自己做一把手的國企 和兒子發生關聯交易 憑直覺都覺得不合規矩 是存在著構成經濟犯罪的巨大風險 眾所周知 在任何國家 置身於政治激流中人 都不能夠在經濟上有重大的把柄 這個是普世的政治常識 雖則他說這番話都錯不完 但是由胡錫進的口說出口就沒有說服力了 你去教訓人家怎樣怎樣做 你不如管一下自己 到現在還沒解釋 那張合照到底是誰跟你拍的 之前很活躍的 猛走出來澄清自己沒有生過兒子 只有女兒在北京那裡做上班族 所以就說人家指控他有兒子 移民到加拿大就是謠言 現在人家弄了一張相片出來 那究竟那個是誰才行 你出來說不是也可以 那可能未必是 可能是他老婆和前夫所生的 不知道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最好都是胡錫進本人自己出來交代 之前人家說你有多少收入 你就出來反駁 人家說你有兒子你就出來反駁 現在人家把照片都放出來了 又不見你出來反駁 那你是不是會被人感覺到 喂你心虛呢 那實情很多人對你胡錫進都有很大的期許 尤其是正如你自己所說 那個道德的期許 操守上面的期許 那你最好就說了 他最搞事是說人家什麼呢 就說屁股底下顯然不乾淨 其實就是在說人家身有屎 那你老胡的屁股底下又乾不乾淨啊 說話也很濕 好了不要說他 說回香港的情況 陳同佳究竟什麼時候才去台灣呢 至今仍然都是一個迷 一直協助他那個香港聖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 我認為這個人簡直是不知所謂的 他做傳話人都算數了 但是他做傳話人的途中 不多不少他的立場就是傾向了同情這個陳同佳 好像在幫他說話一樣 最近那個潘太經常叫陳同佳去自首 陳同佳就諸多藉口 現在他又說一個藉口出來是什麼呢 管浩明又說 為什麼陳同佳要委託律師和台方聯絡 而不是直接聯絡台灣特設的窗口 申請前往台灣自首呢 管浩明說因為陳同佳說的國語是不好 需要找一個傳譯 你不要這麼多白癡的藉口 去你就去吧 諸多事實在香港住了一整年 那些安全屋 那個安全屋實際是豪宅來的 何文田 還有二十四小時香港警察保護你的爛坦 管浩明還不知所謂的說白癡 陳同佳說這個原因也說這個藉口出來 這是他的問題 但是管浩明做傳話也不要這麼白癡 你真是引述他說這個原因 你是不是在挑戰人類的道德底線和智慧下限 請問 不懂得說國語就申請不到 你真是用文字去申請 打電話申請的嗎 你要扯文件 找笨嗎 如果他不懂國語就不可以去申請 那他當初怎麼去台灣旅遊 這些管浩明是完全不合格的 你身為神職人員 照計應該是大公無私才是 你真是偏幫這傢伙 這傢伙跟你有親嗎 真是離譜了 現在管浩明又說 證實了陳同佳還是身處在香港 還要等待去台灣的手續安排 暫時還未知時間 要等律師的通知 有進一步消息再通知那些傳媒 那你到底拖拖拉拉拖到什麼時候才行 現在不僅要你來承之於法 而是你在浪費納稅人的錢 為何你這隻陳同佳可以住豪宅住足一年 又不用交租 所有要吃的、吃的、睡的 全部都是用香港人的錢 這就是最不公平的地方 你犯一事還反而可以有這麼好的待遇 補一下那十二港人 現在的處境多麼淒涼才行 這個管浩明牧師 沒有資格再走出來說廢話 麻煩叫他收皮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